天家七七百六位西 数位艺人 在学之美 数位从之 倒入切记 数位从之 完在学中之 4月18日 太原理工大学举办国际中文日系列活动 60余名国际学生一起诵读古诗词 学唱中文歌 参与非花令诗词接龙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今天这次活动 是我们学校的境外的留学生 入境返校以来 一次比较重要的活动 展现咱们的留学生 对我们的中文 对我们的汉字 对我们的古诗词的这种热爱和喜欢 也深深地让他们感受到 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博大精深 在我眼中的中国演讲活动中 国际学生分享了自己 与中国的渊源和来华求学的心路历程 阿富汗留学生李悦认为 中国是一个发展速度非常快的国家 他对汉语很感兴趣 并在高考时选择报考语言专业 来到中国留学 大概一年半前我开始学习汉语了 现在也我来了中国留学 我对学习汉语很有兴趣 那时候我在路上也看见了那些汉字 我想知道这些是什么字 也会有什么意思 将来我想当一个翻译员 我想一年后回来阿富汗 然后有机会让大家也熟悉学习中文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 他们也对学习汉语很有兴趣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 飞花令狮子接龙比赛 国际学生分别以春月等 狮子中的高频字为主题 进行接龙比赛 来自老沃的树帕潘 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 他还学过太极拳 中国古典乌等 从小也在我的国家 到中文学校读书 然后就慢慢地了解中国的文化 然后现在就非常的高兴 能到中国留学 未来我就觉得自己能得到很多支持 得到很多经验 去发展自己的国家 汉原理工大学 现有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 在籍国际学生399人 作为山西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排头兵 学校注重来华留学教育 规范管理 体制增效 内涵发展 现已培育国际文化节 留学太理等一系列品牌活动 同时利用本地历史文化资源 定期开展 感知三进系列文化体验活动 我们山西有丰富的红色革命的文化 我们山西有丰富的这个古建筑的这种文化 还有我们山西特有的地方特色的这种民俗的这种文化 我们打算组织学生们 带他们去看 去听 去体验 从立体的角度 来了解我们的中国 了解山西 我们也会带学生们去看我们现代化的 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工厂 让他们更深的感受到 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含义 创销 d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